另一方面民進黨中國事務委員會 今天召開首次會議 擔任召集人的民進黨黨主席 蘇貞昌表示 面對中國設定的議題 臺灣不能夠被動因應 他希望透過中國事務委員會的討論 主動提出以臺灣為主體的議程 民進黨中場會去年十一月 通過成立中國事務委員會 終於在五月九號首次開會 召集人民進黨主義蘇貞昌 前新政院長謝長廷 高雄市長陳菊 民進黨立院黨團總召柯建民 前國安會秘書長邱宇仁 前民進黨主席蔡英文 前行政院長游錫昌 台南市長賴清德 與前民進黨秘書長吳乃仁 九位成員全部到齊 首次會議以臺灣的中國議程為題 進行討論 由於是第一次開會會議沒有明確結論 只有委員們各自發表看法 我的主張主要是在講兩岸兩縣 憲法各表 其實在我們很多階段 我們都承諾要遵守憲法 要推行憲政 只是說我們自己的很多變動 我們後來沒有貫徹 這九位委員們也決定固定在 單數月的第二個星期四開會 另外委員會要如何擴大參與 民進黨初步確定 不會增加委員名額 而是希望以邀請執政縣市首長 黨籍立委與社會團體實質參與會議的方式 來擴大參與 記者 張志雄 張子佳 台北報導